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琼斯暴跌660个点 纳斯达克同样下跌了2%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 其他方面黄金价格回落了大约是0.7%的幅度 但是原油目前依然是在65美元的高位 在其他方面 比特币价格在上周五晚上一度曾经暴跌 跌破了8000美元重要支撑线 但是随后快速反弹至9400附近 目前的交易价格大约是在8100左右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就来说一下上周五晚上的每股暴跌 以及数字货币跌破8000大关 俗话说呢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这金融市场上呢 有上涨呢 它就一定会有下跌 这不 美股在连续涨了几个月之后 在上周五的晚上是迎来了一波重大调整 我们知道呢 美股呢 是下跌幅度达到了整整是665个点 达到跌幅是2.54% 那么这也是2016年6月以来 美股的最大单日跌幅 你说它有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是不是非农数据 不是非农数据 数据出来的结果还挺不错 那有没有其他导火线呢 也没有其他导火线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会出现下跌 谁也不知道 应该说呢 这个市场呢 在上周五晚上这个下跌 完完全全似乎就像是一个为了下跌而下跌的行为 我们知道呢 美国股市呢 从特朗普上台到现在 其实已经涨了太多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它随时有可能下跌 但是并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下跌 从22000点开始到现在的26600 整整是上涨了4600个点 在其中 所有人都会害怕 都会担心 但这股市就偏偏它不下跌 但是虽然在过去的三个交易日中 美股呢 从26600点下跌了1200个点 但是到目前来看 美股的长期走势 依然从技术上来说 还是处在上涨的通道中 那么如果我们是以下跌10%以上称之为下跌 以这个10%作为衡量的话 26600点的10% 大约就是2600点左右 也就是说 美股只要在24000点之上 那它都叫做回调 而不叫做下跌的开始 那当然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全世界这个股市也好 其他产品也好 它不可能永远是上涨 因此呢 通常来说 如果它没有下跌超过10%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它势必呢 对于未来的走势还能够带来正面的作用 换句话说 如果它没有上周股的下跌 大家对于美股的担心可能会越来越激烈 反而它跌了之后 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可以风低吸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的图 也看得出来 在过去的三个交易日中呢 美股是从高峰26700点附近下跌呢 整整是1300 1400个点 但是呢 从日线图上来看 目前的价格距离长期的支撑线大约是23500点 还有整整的大约是2000点不到的余地 所以说 美股只能说是在短期和中期出现了回调 对于日线以及周线级别来说 目前还是妥妥的一个上涨形态 那么说完了这个美股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字货币 其中的龙头老大就是比特币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价格在一个月之前 圣诞节附近还是19800美元 现在仅仅过了40天 比特币的价格就暴跌超过了60% 应该说泡沫呢是破了一大半 在过去几乎是三四个月之内进场的所有投资者 在上周五晚上都被是杀的是损失惨重 即便你是八千九千一万一万一万二一万三 任何价格上买入的 到目前仅仅只有八千一八千二百块钱 你说一旦你动用的是杠杆 那你的仓位将会非常容易出现爆仓 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趋势来看 如果说比特币是可以用技术来分析 我们做一个假设 假设比特币它还是有一点点的理性的话 那么现在的价格八千美元附近 就是比特币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支撑关口 如果这个价格被打穿 也就是说有一天至两天完全低于八千美元 那么应该说比特币可能将会有更大幅度的下跌 至于它会跌到多少 谁也不知道 但我可以说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 比特币曾经发生过几次下跌幅度 最终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事件 所以如果以百分之八十为例 两万的比特币可能就会跌到四五千 甚至于不排除跌到更低 所以大家如果要交易数字货币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但是我们还有从这个去年到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规律 就是每当比特币在短时间之内下跌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在短期势必会有一波反弹 在上周五的晚上 从九千八跌到了七千六的时候呢 后来在半小时之内 比特币也是返回到了八千九百块钱 所以说短时间百分之三十之后的一波小反弹 是我们对于比特币短期交易来说 可以重点关注的操作方法之一 以上是今天的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的事件是晚上八点三十分 英国服务业PMI数据 以及呢 到了凌晨三点钟澳洲时间 中国时间凌晨十二点钟 欧洲央行行长的讲话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